大家好 我是小花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们的下一季四海奇珍的玩法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可能会错过很多奖略 好的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四海奇珍 是在陆福的去年的时候出来的这个新一代四海奇珍 它那时候也是出了周年庆的活动 因为陆福开服是在11月的时候 所以它就在我们的新的周年庆的时候上了这个活动 就像大家看到的我们那个啾啾的厨职 其实它是跟四海奇珍同时出来的 因为四海奇珍的厨职跟我们的雷厨是互相不搭干的 虽然都有天赏 但是都有角力 但是我们的台福在御云上把它们拆开来了 目前是啾啾的活动 那很快的 周年庆的活动就来了 周年庆除了大家就是比如说娱乐活动啊 有一些回顾啊 影片啊 图片 我相信大同小异啦 周年庆都是要对我们的过去一周 一年当中在游戏当中的体验 包括拍过照片 拍过的影片 还有你的打过的画本 我相信我们到时候这个FB一定会出来 我们打过多少次画本啊 然后多少个成就啊 下过多少次的人啊 参加过的帮战啊 当然啊 包括周年的部分我们会有个人的 就这一年当中 我们采过多少雪莲啊 你有采过雪莲吗 我这个是很久没有采过雪莲的人 好 今天这个影片呢 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关于四海奇珍的陆河组队 怎么样可以把奖励效益就在画 如果你是帮派的管理的话 或是对帮派够热心的人的话 现在就要开始好好规划 为什么要这么早拍 而不是活动出来拍呢 因为等到那个时候拍 你再来理解就会觉得太晚了 我们有些事情应该早点安排 好 首先我们在就是目前台服出过的活动当中 都已经跟陆服就是在组队前的四海奇珍啊 已经全部都出过了 所以下次就真的要出的话 就会出这一切四海奇珍 它另外一个说法叫夺宝骑兵 对 是四海奇珍版的夺宝骑兵 那它会有组队的部分啊 大家先看到是我们组队参与的部分 有相应的组队的奖励 还有个人的奖励 还有包括右边是当下的贡献奖励啊 就是我们个人的奖励 我们的第四期的这个四海奇珍的部分呢 它给的是千止赫的那个特效 千止赫的特效长什么样啊 就大家如果看不到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陆服的部分 千止赫的特效长这样 从排案榜上能最快的看到 我刚刚刚好翻了一下那个 翻一下账号 我看到有人的勇 好 OK 就从此耶 这就是千止赫的特效 它站着的时候很大很大 跟我们36.8万的天赏很上就很大 但跑起来的时候特别丑 它就是只可远观不可现玩的状态 我不是太喜欢的特效 但如果你有收集 就是天一账门如果要收集的话 可以考虑看看 就是可以收集这个特效 好 我们把它来讲回来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那个 就是会说话的灵书背试 大家就像我们家皇太后 就说想要那个鹦鹉 那鹦鹉很吵好吗 好 一样转来陆服 看到这个鹦鹉 或是你看过那个 我们的一些就是展示的部分 陆服的一些信息 往上拉 这个鹦鹉是真的很吵 来来来来 在这里这里这里 就是这一支鹦鹉 它特别的吵 你只要开音效 不管是你 还是周围的人都可以听得见 一开始刚出的时候 大家觉得哇好新奇啊 可是你在打什么新剑啊 什么之类的 它就一直碎碎念 碎碎念 你就觉得它很吵 所以我觉得像我 我不会去 就是我不会去背这个背试 所以我对它有个好物感觉 虽然四海其真给的资源 比青龙秘宝更好 你看它吵不吵 我在讲话 虽然它给的资源是不错的 但是我是觉得 如果你没有特别喜欢的 我觉得娜娜 娜娜天舞就拉倒了 多的我觉得意义 真的不是很大 好 这个就是关于 这个组队的部分 它的一些天舞啊 武林传说 自旋力之类的 就是我们相应的奖励 我们来说 要组队参与的途径啊 组队参与呢 我们就可以自己 穿个队伍 你是队长 然后可以邀请四个人 比如说是你认识的啊 或是你的金兰啊 或是谁啊 那因为它这边呢 就是它的第一次玩法当中 它是有没有 那么快锁定 它当然设计的时候 没有设计的那么好 就是你组队的时候 你可以先去拉满 就是你想拉的话 你可以先去拉满 再来组队 然后组完队 再换下一个人去组队啊 这有一个优点 为什么是这样说 因为它没有锁定的时候 你是就是 你没有锁定的时候 你认为 我们一般认为 它活动设计出来之后 你没有锁定 就是你组进去 然后锁定 就代表说你人是不可以换的嘛 锁定是不可以换对不对 好的 在这个第一次的四海期间当中 是有小bug的 就是只要它没有锁定 你有组过这个队伍 然后你刚好抽过次数 它就累积进去了 好的 那这是不是小bug 可以让大家解答欢喜啊 这个组队呢 然后这个部分呢 大家就可以让帮派成员 大部分都能拿到个人的奖励 就是让那个团队的奖励 不一定能要是个人的奖励 我们现在看一下组队的奖励 大家看到这个组队的奖励 其实也是最新版的奖励部分了 因为在之前的时候 它要求更高 所谓的队伍奖励是 队伍锁定后统计 全队累积多报道次数 那你看上面写15次 70次 100 100 那是160还是100 好小啊 应该是160 然后420跟720次 这个是 就是之前那个什么 这个次数是1000次 最后一个是1000次 我记得 就是要求很高 然后后来被 就是正式胜限时候 有条例次数 那下面个人奖励呢 就分一次50次 120次200 60次跟500次 它们最后一个奖励都是 那个腰式 那包括还有那个 头框跟称号 所以为什么要组队的吧 那如果你是小课 无课 耐美课的玩家 就是那种比较小课 你又想获得 好这个时候 如果有一个人 有一个大佬会拉满 那其他4个人 就拉满 就超过那720次 组队奖励一定可以拿到 还有888的榜点 包括天音礼券 还有包括头框 那如果是个人奖励的话 就是比如说你是一般的玩家 你们可能没有办法达到 就是全拉满那种 就是可能组队里面 没有这种大佬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 就是有人如果想要特效 那其他人就可以少拉一点 就可以凑到上面 这个720次的奖励了 如果平均分配的话 一个人大约花5000块 新台币左右 然后就可以达到团队奖励 并且还可以拿到 那个聊天的气泡框 我是很喜欢这个气泡框的 目前在我们的台服 这个气泡框是已经上线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去认真砍了 这个气泡框 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转向来看一下 这个台服的部分 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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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来看一下台服的部分 在聊天这里 已经正式上线了这个气泡框 这头框 有看到这个吗 这就是躲饱骑兵 然后它是会闪的 很想要 我就喜欢闪的东西 还有包括气泡 有看到吗 当当 我觉得在聊天当中 如果它是会闪的感觉 特别的好 尤其陆服一直玩到现在 好多人都还用这个气泡框 包括后面有出新的 比如说草莓 值得了 那是后话 我们要讲比较近的部分嘛 所以呢 大家要提前去想一想 这个部分我们要跟谁组对 那提前来跟大家讲这个活动 来看一下 这个 我们全部拉满的话 是三万新台币有找 在四海其实的历史上 都是三万新台币以内 有找就能拉满它 然后青龙密宝 都是在一万五左右 这种拉满 我们不算大家可能去代除 或是什么什么等等 货率之类的比较便宜 我们就算原价的部分哦 好 那就是如果你有 想要拉特效的话 特效差不多有在 一万五的新台币 拉到特效代表 可以拉到那个 不要有那个小鹦鹉 就吵死了 那个妖命的那个 我现在找到这样图片 然后它拉的是四十圈 四十圈就是特效啊 然后它总共有兑换圈 有四百零九张 你看它天舞 是不是可以换了 两个都可以换 它可以换玲珑 我现在有七个 那还可以换那个鹦鹉 所以我还是觉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就换大铁啊 大铁这个还好 我觉得它的CP一般 但你拉满是可以换的哦 所以呢 大家在这个 新的规划道中 要开始规划了 那为什么要这么早拍呢 还是有原因的 因为马上要上新的游戏 也快要到 也快要到暑假 不是吗 然后大家 就是如果你现在 不去规划它的话 你可能到月底头 就没有钱了 像这样的活动 它维持只有半个月 难道你要从月底 头头到月头吗 早一点知道 然后早一点去规划 还包括 现在帮派的几个管理们 可以提前去安排一下 就是问一下 帮派成员 有谁谁谁想要 谁谁条件不允许 谁谁谁需要 就是大佬带一下 然后让大家可以拿到 奖励的最大化不好吗 这个是一个小小的撇步 让大家可以得到 更多的奖励哦 当然我们的游戏 它如果没有流水 当然运营不下去了啊 好 所以我们要在 这个活动当中 找到适合我们的部分 那我来讲 这个活动是在 周年轻上线 那因为台 那个陆服是这样的 那台风没有上线 怎么办 那也没关系啊 反正它都会上线 它不可能不上线 对不对 先找一点指导先安排好 像我在一个月前 在跟我们帮派人在研究 哎你们那个谁要带谁 你们那谁要带谁 我再安排 他们说那你安排就好了 我说好 那你谁谁谁谁谁谁谁 那至于那个bug的部分呢 我已经请了这个 一位叔叔到时候 他的账号叫我们来测试 看有没有办法 真的就是所谓的 这个bug 我们可以去用到它 然后这样是很划算的 这是前人的经验 当然了 大家记得 这个四海其身是有第二期的 除了是红发 但除了是这个 是不是那个白发 然后就是那个 我想要的那个白发 那个第二期四海其身 就直接锁定了 没有这回事 所以只有这一期 既然只有这一期 你怎么能错过它呢 好了 以上的部分就是 关于这一期的四海其身的预告 就是资讯早知道 你准备好了吗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天上的 这个水晶头子的部分 因为这个 我们到台服上线的时候 它也是有像这样子 就是 我记得有 还没有 我已经忘记了 然后他们的购买方式 还是一样 给了天上也是一样的 所以大象可以开规划一下 我们要抽到特效的话 就是一万五左右 然后我们要抽到 这个全部的话 就三万有兆 那就是如果你想要拿到 组队的奖励 就是拿到组队的 全部都奖励的话 很简单 就是每个人 至少课了快五千就好了 然后又可以拿到奖励 又可以拿到天物 又可以拿到头框 又可以拿到聊天气泡 包括视频什么之类的 我们只是算头框 只是画到头框那个位置哦 我们是个人贡献头框 你要更多 后面奖励的话 肯定要拉更多 好了以上这个部分呢 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我们最新的 这个中年庆的活动 或者中年庆之后会出的活动 的四海骑人的方法 快去找你的队友吧 希望我们的全天的玩家 在中年庆的时候 都能拿到满满的奖励 开心过中年庆哦 我是小花 今天的影片就是这样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觉得我影片 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帮我订阅分享 按这支吧 并且快点小铃铛 那么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